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到一个叫老版本的蜡蜡6606 客户提示是有元件损换 然后客户拆了很多东西 然后这里都被拆掉了 这里破损了 有机会去 这牛不是不正常 不知道 这圈是那样 不能这样 这牛上那一较正常 还现在正常 说明它起动不正常 它这个显示墨市管有个问题 墨市管肯定有问题 那个都坏了 墨市管大概的都有问题了 嗯 这个等下给它逼 咱们知道这个线杆有了 我们现在把这一驱动这块电路给换掉 然后这一块也是洗衣服给电路复原掉 因为这一块坏了 可能会有其他问题 这个版本比较老了 所以我们拿一个 拿1200多来对一下 7474 先把这一块电路给拆掉 我们遮挡一下 遮挡一下 遮挡一下那个光线提供 我们就可以做出来的 做出的 好 小时候 做吧 知道 这些都没有做到 对 那些素材 实际上 这些因此 做出的 我们上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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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马远点 这个里面应该是哪个鸡蛋 这个三层一层一层 还有两个十一层 先把这个放一点放高 如果我们现在讲完 我能够用挂 cargo 然后把这个爽一层一层一层 好多多 Sozial啊 说这个画在那里面 不准备用一个的话 所以我们一起做这个 说不要划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刚刚是显示了输出21伏了 那说明这个管子可能是有问题 我们先量一下这个管子 这管子没有等 这管子现在看大概有没有太大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把它擦回 插回这个主板上 然后这边 那什么现象 那是正常了 打开出出是显示cc 显示cc的话 可能还有其他问题 我们先量一下正常电压吧 现在平量了 我们量一下正常电压 我们可能5伏 8.4伏 3.4伏 11伏 那这些气氈电压都很正常 然后cc的话 其实电流应该相对比较正常 只能怀疑这一块的问题 只能怀疑这一块的问题 1.9 8.9 断电 葱姆 这有10欧 所以 10欧 现在变成了无情大 现在变成了 这个时候变成了很大的 我们量一下这边的这个石油 用来自主标的问题 这个是石油 这个石油现在电阻很大 这个石油有问题 我们先把这个石油换掉 去拿一个石油电阻 我们把工具板拆下来 换掉这个电阻 试一下 这个电阻确实有问题 可以换掉这个石油 所以我们把银子拆下来 这边的银子拆下来 我们把银子拆下来 再换一下银子 再换一下银子 收拾针子,在这个时候别的坏了 现在输出20红 那说明感觉是莫斯管影红机 或者是后面的那个三级管影红机 这样不是控制 输出20红 有可能这个管子有问题 但是这一块都换了 然后这个也换了 这个没换 因为这个感觉 这个是这个紧接的 就是这个时候下面的 下面这个元件 0.1 2 这个耳朵感觉很短 0.1 好 然后两下这个漆 0.1 确实吗 这边没有搞的 我們把這個板子拆下來 我們再量一下這個位置 先把這個板子拆下來 這個板子確實有了也壞了 我只是拿一個貼紙 先拿一個小米 看这一台型号 好像把门太老 现在是 然后打开输出10伏正常 我们再据一下输出 正常就到我们测试了这句 那就是正常 这是负极 预测先找一个 随便找个多的试一下 然后我们过去输出 100毫安正常 这个我们现流了 2万正常 3万5万也正常 5万的时候是0辅音 我们这个现流是5万 我们把5万电流调大一点 它到了之后就出事正常了 我们需要把红杆敷衍 把红杆敷衍 我们把红杆敷衍 我们把红杆换一个 红杆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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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剩着这个 我吃的 第一件事情 我把红杆敷衍 放上风扇 放上风扇 放上风扇功能 打开手术 然后再上 两个ł 冷箱 钉胶 放上镯 樊胶 正常 胡安也正常 就这样 联系一下客户需不需要更换外壳